大家好我是苹果妹 今天我们要来讲iOS 16的正式版 iOS 16终于开放更新了 这一次的更新着重在锁定画面大改 其他的App都有一些非常好用的更新 像是相簿的编辑复制贴上 Safari跟邮件里面都有不错的更新内容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些新功能要怎么用吧 首先我们要来讲的当然就是这个全新的锁定画面界面 现在这个锁定画面变成一个自定程度相当大的一个功能 解锁之后我们长按这个锁定画面 你就会发现这个很像Apple Watch换表面的这个界面 就很像一套一套的衣服 每一套主题里面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有不同的桌布 不同的小工具还有不同的显示时间的方式可以更改 那我们现在先新增一张桌布 它就会跳出这个全新的一个视窗 里面就有非常多桌布可以选择 基本上就是一个桌布库这样子 那像上面就有非常基本的像是单色漸层 或者是一些比较华丽的桌布可以挑选 然后另外还有这一次主打的这个天文桌布 大家看到有地球月亮 而且最好玩的就是如果你有开启你的位置的话 它的地球是会显示你所在的位置的 那还有一个非常好玩的就是这个天文桌布 它会依照你所在的位置当地的天气去做变化 例如说现在在下雨的话 它就可能会出现一个雷震雨打雷的桌布这样子 那我自己非常喜欢就是在下面这个选集后面的这个建成桌布 点进去之后它会出现泡泡 然后它是一个会动的桌布 所以我还蛮喜欢的 那假设我们今天要加入这个桌布的话 大家看到上面有三个框框可以让你选择 最上面这个可以去挑选说除了显示日期之外 你还可以选例如说天气或者是形势力等等的 那再来第二格我们点进去之后 它下面就会跳出一个选择字型跟颜色的视窗 现在你就可以针对这个时间显示的方式去做一些调整 例如说我喜欢这个字型 然后下面我可以去选不一样的颜色 那颜色如果你这边都不喜欢的话 你还可以叫出这个色谱这样 那你改完颜色之后上下的字体颜色也会跟着一起改变 还蛮贴心的 那再来第三格我们可以加入小工具 这也是这一次主打的一个功能 在上面我们就可以去新增我最喜欢的电池电量 它有分大的跟小的 那大家看到上面现在其实是显示我Apple Watch的电量 那例如说我加一个小的再加一个大的 然后我想要去选不同的装置我就再点进去 然后这边我就可以去选装置 这边就出现了我的手机跟手表可以选择 我就选手机 这样子在上面出现的电量就会是我手机的电量 那小工具的部分总共可以放四小格 所以我还可以再放一格 另外如果你桌布是选择自己的照片 例如说人或动物的话 它会有一个立体感的效果 例如说图片里的这只猫 它的耳朵就会稍微遮住这个时间 让它好像有一种在时间前面的立体感的感觉 但是如果你今天有加入小工具的话 就不会有这个效果 那现在假设我已经设定好这个锁定画面桌布 按一下右上角的加入 这边就会跳出下面这个视窗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现在iOS16它的锁定画面 一定要搭配自己的一个主画面桌布 就是一套主题的概念 那如果你的主画面要设定不一样的话 就按下面的这个自定主画面 进来之后大家看到它已经预设做了一个模糊效果 如果你不想要模糊的话 可以按下右下角这个按键 但是模糊好像看起来是比较有质感的 然后下面还有两个悬向可以一键 让你的桌布变得非常的有质感 第一个是颜色的这个按钮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今天它会把这张照片 直接抓一个主题色出来 像这样子就变成一个蓝色 那另外第二个是漸层 漸层就是它会抓这张照片的主要颜色 把它做成一个漸层也是非常的漂亮 所以这样子做完之后 就变成你锁定画面是一个清楚的照片 然后你打开之后 你的主画面也会是一个同色调的主题 或者是你主画面想要用不同的照片 也可以直接在这里选择 再来要讲到这一次锁定画面的通知 变得非常的不一样 大家看到它出现在下面 那现在你可以把它展开就是从下往上滑 那如果你不喜欢这种显示的方式的话 其实可以在设定里面更改 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相簿的新功能 这一次有一个非常实用 而且基本的功能 也就是照片的编辑内容拷贝跟贴上 这个是什么呢 就是过去我们要编辑照片的时候 不是要一张一张点进去 然后调它的例如说滤镜或是曝光等等的 那现在呢我们调整完之后就可以直接复制这个编辑的内容 按一下右上角的三个点点 接着按一下这个拷贝编辑项目 然后按完成 接着呢我们就可以进到图库里面去把我们所有想要编辑的照片选起来 然后我们按一下右下角的这个三个点点 这边呢就会出现贴上编辑项目 也就是说它会一次整批的帮我调整这些相片咯 另外呢这一次在编辑的界面里面还有一个新功能就是重做跟还原 例如说呢我现在做一些动作 那我今天想要还原的话就按一下走上角的上一步 那我想要重做就按一下旁边这个重做 那现在呢在相簿里面还多了一个可以自动帮你侦测有没有重复相片的功能 就是我们按一下右下角的这个相簿选项 然后在最下面你就会看到这个重复项目 点进去呢你就会看到你相簿里面所有重复的照片了 那这边呢如果你想要针对单张照片去做合并的话 你可以直接按这边的这个合并 或者是你想要整批作业一次合并所有照片的话呢 可以按右上角的选取 然后呢在左上角有一个全选 这边呢就可以一次合并啰 另外呢我们在相簿的这个选项滑到最下面 就会看到这个已隐藏跟最近删除 现在这两个项目都加上锁了 要进去的话呢必须要Face ID解锁 这个功能其实还蛮合理 因为可能你手机见你朋友呢 你不希望他偷偷跑进来看你隐藏跟删除哪些照片吧 下一个功能呢也是超级强大的 就是之前在iPhone上面不是可以直接在照片里面截取文字吗 现在呢在影片里面也可以直接截取文字咯 例如说我现在播放这一部影片 然后我想要截取的地方暂停 然后现在呢我就点选我想要截取的文字 那例如说我点选的这个东西呢其实是一个航班 他就自动跳出了这个航班的资讯 也就是说他今天呢不只可以截取 他还可以分辨说你的这个内容是什么东西 例如说航班啊货件啊翻译换算汇率等等呢 他都可以直接执行哦 那这一次呢在文字截取的部分 他能够辨识的语言又更多了 像是日文跟韩文的辨识 这些呢都让文字辨识功能变得更强大了 下一个要讲的功能呢超级强大的 就是抠图 在相簿里面呢直接找到你想要抠图的照片 然后长按它 就会出现一个动画 然后上面出现拷贝跟分享的选单 那选择分享的话呢 你可以直接把它存成一个新的照片 这边就有一个储存影像 那这个好用在哪里呢 例如说你今天要制作LINE贴图啊 或是什么贴图的话呢 你就可以用这个方式来制作 几乎是任何的主体他都可以抓得到哦 例如说这只猫 他就可以直接把它抠下来 非常的好玩 接下来下一个呢 我们要讲到Safari的部分 不知道大家呢 有没有在用去年R25新增的标签页群组的功能 那这一次呢这个标签群组又多出了非常多实用的功能哦 现在大家看到下面这四个就是所谓的标签页群组哦 现在呢他可以设定个别的起始页面跟背景哦 这是什么意思呢 例如说我今天这个新闻的标签页群组好了 我新增一个页面 上面的喜好项目跟背景呢 都是这个标签群组专属的 那要设定背景呢 就是到最下面的这个编辑这边来选择 那喜好项目的部分呢 就是今天你进到你想要设定的这个网址 然后我们按下面的分享 在这边呢 有一个加入新闻喜好项目加入之后呢 刚刚我新增的喜好项目就会出现在这里 那大家看到我这个新闻的标签页群组呢 里面我就是新增了每一个不同来源的新闻网 我点进去呢 就可以直接看到今天的新闻 看完之后呢 我可以直接切换平台非常的方便 那就是说我现在切换到这个购物的标签页群组 然后里面的喜好项目呢 我就是放了不同的购物平台 然后呢背景也是不一样的 另外呢这次标签群组还新增了置顶功能呢 就是在这个分页的画面呢 你长按你要的这个视窗呢 下面就有一个丁选标签页有没有 选下去之后呢它就会跑到最上面来了 接下来呢要讲到一个我自己觉得非常方便的功能 就是自动切换阅读器 一般呢我们在看这种新闻的网页 最讨厌就是里面的广告对不对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在用这个Safari的阅读器呢 就是按一下下面的大小 里面呢就有这个阅读器的选项可以选择 但是其实你可以设定它进到yahoo新闻的时候 都自动用阅读器来显示哦 要怎么设定呢也是按这个大小 然后里面有一个网站设定的选项 第一个 这边呢有一个自动使用阅读器把它打开 这样子呢你每一次在这个yahoo的网页 阅读新闻的时候都是这个界面咯 就非常的好阅读 那这个功能呢不是最新的功能 不过呢现在可以跨装置同步咯 就是今天你在电脑上面阅读啊 或手机上面阅读它都会自动切换阅读器咯 再来下个Safari的新功能呢 就是现在它的翻译又多了更多的语言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用这个功能 我觉得非常的好用 就是呢你选择你想要翻译的文字 然后点它以下就会出现这个框框嘛 往后选就会出现这个翻译的选项 点下去之后呢就会跳出这个翻译的视窗 那往下之后呢我们可以更改语言 这边呢大家看到这次yahoo16又多出了更多的选择 例如说韩文啊印尼文泰文阿拉伯文荷兰文等等的 这功能算是还蛮实用的 上来下一个我们要讲到这一次的专注模式也有升级哦 不知道刚才大家在锁定画面这个地方有没有看到 它下面呢其实有一个误扰模式像这边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今天这个锁定画面 它是可以绑定专注模式的 那现在呢专注模式不止可以绑定锁定画面 我们现在进到这个专注模式里面然后我们到设定 这里面我们滑到最下面呢就会看到我们的过滤条件了 那过滤条件是什么呢就是今天你可以要求你开启特定模式的时候 只能接收到某个信箱的信件或者是某个形式里面的内容 另外呢你还可以帮你的专注模式加入排程 例如说你在指定的时间啊指定的地点就开启特定的专注模式 例如说你到公司的时候就开启工作的专注模式之类的 在下一个呢我们要讲到邮件里面的新功能 现在呢搜寻功能又多出了更多智慧的搜寻功能 例如说我现在在搜寻栏上面打上照的话呢 下面就会直接出现影像附件的选项 我就可以直接把有影像附件的信件全部都叫出来了 那在过去的版本里面呢我们在这个搜寻栏打上照的时候呢 它只会出现标题里面含照的这个内容 另外一个例子呢就是我在搜寻栏上面打上档案的话呢 下面可以直接去把那些有附档的邮件全部都叫出来 另外一个新功能就是现在你在编写邮件的时候 你贴上连结可以直接显示预览 例如说我贴上连结之后呢 我按一下它的右边就会出现这个箭头 有没有点下去之后呢就会多出一个选项 叫做显示连结预览 它就会出现这个缩图 例如说这个YouTube影片就会出现它的封面 或者是如果你今天是一张图的话呢 它就会显示图片预览 那收件者呢也可以直接看到它的预览图 那下一个新功能就是现在邮件可以预约传送哦 例如说我现在长按这个传送键 里面呢就有这个悬单让我预约传送时间 那假设呢我今天不小心发出了这封信 那也不用担心 现在呢可以有取消传送的功能哦 大家看到这边呢就出现了这个取消传送的按钮 那记得呢要在30秒内按下才有用哦 不过呢这个功能其实是延后传送的意思 这个功能呢是可以在设定里面设定的 打开设定的邮件 然后我们滑到最下面呢就有这个 取消延后传送的时间点进去之后呢 你就可以要求它关闭啊 或是最长是30秒 那下一个功能呢就是平常我们在邮件里面 可能会希望稍后回复 或者是追踪特定的信件的话 我可以要求它提醒我 例如说我在这封信呢我往右滑 它就会有一个提醒我的选项 点下去之后呢你就可以要求它 多久以后来提醒我这样子 那除了邮件可以收回之外呢 现在在讯息里面也可以收回或编辑咯 例如说我现在呢先传送这个讯息 那我发现我想要修改的话呢我就长按它 里面呢就有编辑这个选项 然后就可以再传送一次 不过呢大家会发现 这边有一个已编辑的蓝色按钮 点进去之后呢就可以看到说过去 我其实答了哪一些内容 那除了编辑讯息之外呢 现在还可以收回讯息哦 那我现在长按它 这边就有一个取消传送的按钮 点下去 不过这部分呢大家应该非常习惯的 在Line上面本来就有这个功能 还有呢一定要更新的就是Memoji的表情 还有内容咯 大家看到这边有一个先不要的表情 我觉得还不错 也就是说好吃啊 头晕啊 网眉啊 打哈欠 那还有更多的发型头饰等等的 大家可以去玩玩看哦 那再来下一个呢 我们要来讲全新的通行密钥的功能哦 通行密钥是什么呢 它是一个全新取代密码的登入方式哦 平常呢你在APP啊 或是登入网站的时候都可以用这种方式登入 那通行密钥呢 它其实是用一种特殊编码的方式所组成 而且它不是密码哦 它没有实体的数字跟文字 那我们在储存这个通行密钥的登入方式的时候 它会用FaceID来认证 那据苹果称呢 这个通行密钥会经过加密 而且不会离开你的装置 而且只限于在你建立密钥的特定网站使用而已 再来下一个呢 我们来讲一下健康的用药功能 进到健康之后呢 我们按一下右下角的这个浏览 里面呢你就会看到全新的这个用药的项目 点进去之后呢 你可以来新增你平常会使用的药物哦 此外呢还可以设定用量啊 还有频率 新增完你的用药跟排程之后呢 我们滑到最下面这边有一个选项 点进去之后呢 你可以要求它在排程的用药时间来提醒你 就还蛮贴心的 另外呢点进来这个药品里面呢 你也可以记录你的用药历史 那以上呢就是我们知道现在这个版本有的更新 那有一些我们在WFDC上面看到的内容呢 其实在这一次是还没有推出的 例如说非常惊艳的CarPlay呢 在网站上面竟然写说 试用的车款呢要到2023年稍晚才会公布哦 所以有得等了 还有呢最后要提醒大家今天呢 有一些功能呢必须要A12以上的处理器才能够使用 也就是XR跟XS以后的机型才能用哦 好那我们今天呢A1216的影片就介绍到这边 如果大家喜欢这类的内容的话呢 记得帮我按赞还有订阅 并且开启小叮当 才不会错过下一次的精彩内容哦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 我是苹果妹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拜拜 屁股